然后呢 底下是我们的一个动手实验 OK 这个已经启动了 我们在这 在这里呢 我会把这个 这是那什么吗 一会呢 我在写的时候呢 我会把APP 就是写完一个以后呢 我会跟着这个整个的这个 练习的这个 这个PPT的这个号 让大家好记忆点 就是我这不有一个动手实验机吗 那么我开始的 因为它挂载的时候 都是APP.js 在用完了以后 我会把它后面加一个数 把它挪掉 大家能理解吧 也就是这样的话呢 能够去 转存啊 或者保存一些东西 在这的话呢 我首先建一个folder component component 在这呢 首先我们现在是2嘛 我们建02 不对 建一个02的folder OK 那么现在在这里面呢 我们开始编辑 整个就是02的这套 我们说的是第二个例子 看一眼 对 在这里直接写 把这个去掉 就一个地 留一个干地不进来 OK 那么留这个干地的地不进来以后呢 在这里边呢 我们加一个东西 其实有外边的地不就不用里边这个 首先呢 我们来看link 你这儿用完link以后呢 第一 你就发现上面有东西没有 那么这儿呢 时候呢 你就要引 引的话 你就发现没有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要安装 先把它退出来 哎 啊 c npm 啊 然后是i 然后react router outr 到 -d 我们先要把它装上 啊 把它装上以后呢 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package 在json里面 有了吗 这个东西 啊 哦 DevDefendency 在这儿有了吧 有了以后的话呢 那我们开始在这引 import 那么里边我们要引 两个东西 一个是root 一个是link from react 这是dom OK 把它引进来 啊 先给这儿一个 别让它在这儿出红线 好吧 然后在index里面 index里面 挂载的点呢 是app 啊 我看一下app 好像应该是要包一下 对 那么在这里边呢 首先我们在这儿要 也要演一个东西 import 首先import呢 是 呃 应该是 呃 呃 browser browser ro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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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ser browser router 对 然后from fromreact router 到 那么把这个拿出来 把这个拿出来以后呢 在这儿呢 要把它 呃 包起来 把它包起来呢 其实来讲是要使用上面这个东西 拿它包 哎 拿它包起来 也就是说你所有下面的挂载点app呃挂载点呢必须放在这个里面 否则你没法进行路由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通常会把它简写一下 因为这样写完了以后呢 背不住以后我们会会在 比如在拿一个用hashrouter啊 或者是用其他的router 那么所以在这种时候呢 我们会把它改个名字 提案 那么在这儿的时候呢 那你也跟着改 能理解吧 其实就只是改了个名字 其实这个无所谓 也就是说首先第一步 这个地方所有你要保证 这个一定写在index.js里面 它一定要被router包裹 因为你下面所有的component的理论上来讲 因为这里面它只挂载app 只挂载app以后 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是从app挂载进来的 那么在这儿的话 那么你的router就必须把这个整个都挂住 否则的话不在它范围里面呢 最后这个都会出问题 然后在这儿的时候呢 那么因为这个东西会 未来这个app会挂载到这里嘛 它会包在router里面 所以这个就无所谓了 那么我们就继续顺着往下写 然后呢 我们再看app.js里边link link呢 它像A标签一样 能理解吧 所以呢 那么里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配置 一般A标签里面配的是href 那么在link里边呢 我们配的这个名字叫to 那么这个to是什么呢 就是配置它的一个 这个就是那个url 那么我们配置一个根目录 那么根目录的话呢 我们把它叫做配置一 同理 那么我们在这再 那么这儿呢 它访问 比如访问杠配置2 这儿访问杠配置3 OK 那么我们把这也改一下 2 3 好吧 那么现在这个相当于整个一个链接 就是说你我有三个链接 我想去这三个印 缺省的话 进配置1这个印 然后如果是确准就是 就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情况 默认的情况 那么如果有东西的话呢 那么它这儿会进配置2 我点配置2就进配置2 我点配置3就进配置3 能理解吧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要把挂材点打上去 挂材点是root 不是router 挂材点在这儿的话呢 它有几个参数 我们要知道 我这写一下吧 我这我写的上 是link 相当于 A标签 然后root 相当于组件的挂材点 那么你组件在这挂材的 那么底下就有几个东西要配 第一个是pass pass呢 其实来讲呢 是跟你当前的UIL路由来进行匹配 我们说什么叫匹配呢 就是看你上面 比如你这选了 你是现在to要改成杠配置 那么这个页面里面整个 现在的这个UIL就是杠配置 杠配置2 那么是杠配置2的话 它会拿着这个东西 跟底下这个pass进行比较 你只要符合跟它一样 那么它的这个点就可以挂材 我们来说一下挂材的这个逻辑 就是把当前UIL与pass进行比较 如果匹配 就这两者之间匹配一致 那么挂材组件 否则不挂材 OK 我已经把整个这里边的这个 它运行的逻辑已经告诉你们了 一会儿呢 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件事记清楚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打一个 然后它的第二个叫component component这个东西在里边 它这边必须给进一个对象去 那么这个对象 它是应该是一个组件的名字 那么现在呢 我们因为没有定义这个组件 那么底下呢 我们要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去定义这个组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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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